全世界的网民都进行了复杂的MBTI测试 以确定它们属于16种人格类型中的哪一种 仿旦少年团的成员在2017年首次进行了测试 从那时起,结果发生了变化 仿旦少年团发布了一个名为 MBTI YF1的新视频 似乎成员们又回来了 向RM更新了他们的MBTI结果 当2022年的结果公布时 许多成员保持不变 RM的结果保持不变 因为偶像巩固了它作为真正的ENFP的地位 这被称为冠军 根据特点 RM充满激情、热情、浮游想象力 自信、积极主动、灵活 这些都是领导者的完美质量 正是下一个成员 他的结果与INTP相同 INTP被称为思想家 真可能具有逻辑性、远近性、顺性强、纯主力 苏嘎是第一个结果发生变化的成员 但这只是从INTP到ISTP 只略有变化 因为结果描述了一个慷慨、灵活和高效的人 最大的变化肯定是J-HOW 从表面上看 J-HOW不一直看起来是一个外向的人 但他的新结果却非常不同 因为他是INFG J-M也保持不变作为ENFG 即给予者 J-M适合积极和自发的特点 贝的MBTI在2021年底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称为INFP之后 贝意识到他现在是INFP 旧国的MBTI是INTP 被称为Thinker 尽管是最年轻的成员 但旧国展现了在前景中逻辑 专注和冷静的特征 爱到韩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